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鳳叔叔 今天要介紹什麼東西呢 今天要介紹一個產品叫做 Paper-like 叫做類子模 那這個東西因為很多人會問小鳳叔叔說 那這個模跟一般的玻璃貼 或是像PET那種亮面霧面的差異性是什麼 那小鳳叔這邊就拍一集 來告訴大家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講說 小鳳叔的賣場跟網站我們只賣兩個品牌 一個叫做Hoda 另外一個叫做Switch Easy 就這兩個品牌 那你們如果不知道怎麼選擇啊 或是不知道怎麼挑這兩個牌子 小鳳叔這邊 有把我的iPad貼上兩個公色模 像這邊就是Hoda的 這邊就是Switch Easy的 小鳳叔這邊會做幾個重點分類 比如說兩個品牌他有各的優點跟缺點 小鳳叔這邊會為大家介紹 那我們先講Hoda的部分 Hoda的部分它的質感就是手寫的質感 跟Switch Easy的質感是不一樣的 這個的話比較偏比較淡一點 不過它有幾個好處是 它在使用的部分啊 你比較不會因為長時間使用造成筆尖磨損 Switch Easy的部分就比較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它畢竟它的摩擦系數會比較高 那另外呢如果說你會拿來看影片 或是說看網頁啊瀏覽的部分 畢竟像這種Switch Easy的摩擦系數高 所以它的雪花膜的感覺也會比較重 所以你會看起來好像有一層霧面毛玻璃的感覺 其實它不會去影響你的使用 只是說你會覺得看起來怪怪的 那Hoda的部分就比較不合這種問題 小光鼠在這邊為大家整理幾個比較適合的人 那我們先講Switch Easy這邊 的話比較適合比如說你是長時間繪畫的人 可能會Pencil使用度一天可能用到八個小時以上 那針對像繪獨師或是像小光鼠最近碰到的刺青師 那你們就可以使用這個部分 因為它的質感寫起來的感覺跟畫起來的感覺會比較舒服 會比較接近你在白紙上用 那當然它的就像我們講 前面它的磨損度啊這些你可能就要接受進去 或是說你可能還看影片啊 或是平常使用你可能會有一些視覺上的錯覺 那Hoda的部分啊比較偏向於比如說 我一天一個使用大概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或是像一些保險員 我比較常碰到是保險員 那可能就是用電子檔給客人簽名 或是我單純給小朋友畫畫 那你就會考慮Hoda的部分 雖然質感比較沒那麼重 不過它也是很適合書寫 它的觸感也會比較像紙的感覺 所以大家在選擇的部分呢 都是可以看你個人喜好跟你的需求 那如果你是另一種人是 我 比較會破壞 那我有比 但是我不在乎紙感啊 書寫的感覺的話 小光鼠還是建議你們 直接買 玻璃貼 因為它畢竟它的抗刮防刮防撞 程度一定會比類子魔再更高 OK 類子魔去幫大家介紹這邊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處跟小光鼠主獎 那小光鼠會在最短時間回覆大家 我們就進入我們的抽獎時間喔 抽獎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在留言處 留下今天小光鼠介紹的兩個品牌 小光鼠會抽出一位 然後我送你一張類子魔 那品牌部分你可以任選 比如說你可以告訴我說我要Hoda 我要SwitchEasy的 指寸部分也是給大家選 OK 然後記得幫我 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 謝謝大家